这个男人已经死了五个小时 他的脸上没有一丝痛 因为在察觉到异状前 就被凶手刺中了大毛 失去了感知 乔和搭档凯瑟琳已经火烧没毛 这已经是第三个受害人 这起连环凶杀案他们一点头绪都没有 没指纹没脚印没血迹 毛都没有 无从下手的无奈 乔只能带着搭档去拜访一位老人 他就是隐居多年的通灵神探汉尼拔 乔想请对方出山协助抓捕凶手 可汉尼拔早在女儿病逝后 就已不问世事了 本就不相信玄学的凯瑟琳 直接将一打资料扔到了汉尼拔面前 别跟老娘来虚的 大兄弟 仅仅一个触碰 汉尼拔居然看到了凯瑟琳满脸鲜血的样子 这就是汉尼拔的通灵能力 只要触碰到人货物 就能看见其怜惜的过去与未来 而刚刚他看见的 就是凯瑟琳不远的未来 他也将被连环杀手杀死 在老友和凯瑟琳离去后 汉尼拔回忆起女儿的点点过往 想着自己的女儿如果还活着 现在应该也跟凯瑟琳一样大 他翻看着眼前那厚厚一叠被害者资料 居然在朦胧间看到了未来里的一张纸 以及凶手本人模糊的样子 孤独太久的汉尼拔不忍心看见一个 相似的生命再次死在自己面前 他出山了 汉尼拔开始跟着两人重返命案现场 寻找通灵线索 可是这个杀人魔毫无逻辑 且有洁癖般的作案手法 连汉尼拔都一时间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直到当天夜里出现了第四个受害人 这个女人的死因 同样是大脑被人用奸气从井后刺穿而来 不同于之前只能查看卷宗 汉尼拔能接触被害人通灵了 一个简单的触摸 汉尼拔就看见了女人被害前的过往 凶手是用钢针杀人的 这个灭绝人性的杀手 既S了老人 病人 小孩后 又SS了这个美艳的妇人 正当所有人都认为凶手是无差别的随时 汉尼拔却认为受害者之间必有联系 通过获取的信息显示 第一位受害者患有绝症 第三位受害者身患见动症 病入膏肓 而这第四位受害者 也被检测出被传染了严重的性命 疾病成为了三个受害者之间共同的特点 就在警方开始为第二位受害者小男孩 进行详细尸检时 一份神秘传真传进了警局 指明道姓是给汉尼拔的 而汉尼拔在看到传真后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情 连忙让法医直接检查男孩的小脑叶 也真的在男孩的脑叶中 法医发现了脑瘤 四个受害者终于有了共同的特征 这是重大进展啊 可汉尼拔直接甩手不干了 无论乔如何劝阻 汉尼拔都选择了放弃 明明已经掌握了线索 却不进一步调查 凯瑟琳找上门壁问汉尼拔原因 汉尼拔才无奈地说出真相 凶手居然有和汉尼拔一样的能力 并且比他要强的多得多 这也意味着 目前他们所有的行动 进展 都是凶手在引导他们而做出的结果 跟下去太危险了 况且汉尼拔已经明白了凶手行凶的目的 他不是因为愤怒和仇怨或者精神问题才随 他是遇见了未来 对即将受绝症 病痛纠缠的人 进行安乐死 这样的人 真的有罪吗 汉尼拔要回家了 就在此时 第五起案件发生了 但作案手法完全不同 凶杀现场的血腥程度犹如邪教一事 乔兰下了汉尼拔回家的车 汉尼拔表示愿意帮乔最后一次 可就是这一棒 乔被第五起杀人案的凶手开枪重伤了 抓住对方后 汉尼拔也发现 凶手与前面的四起连环杀人案毫无关联 汉尼拔唯一的朋友乔 此时在住院检查中居然被检测出 已是癌症末期 最后还是因枪伤过重殉职了 在葬礼上 汉尼拔抱着乔的儿子看到了他的未来 乔的儿子靠着国家给乔的一大笔抚须金 有了光明的未来 汉尼拔此时也猜出 乔的死 就是那个慈悲的连环杀人犯设计的 因为癌症而死 国家一分钱都不会变 可是因公殉职 则会有一大笔抚须金 这个连环杀人犯 多么慈悲 但这依旧改变不了 凶手杀害乔的事实 汉尼拔来到酒吧冷静冷静 但就剪个纸的功夫 作为对面却多了一个人 在看到对方的一瞬间 汉尼拔就意识到了 面前这个人 就是连环杀人案的凶手 对方声称自己名叫柯林 他所做的一切 正如汉尼拔猜想的那样 不是无端的杀戮 而是为了帮助那些 余生只剩痛苦与折磨的人 得到解脱 用自己预见未来的能力 帮助苦难的人 以及他们的亲友 做出最好的选择 可汉尼拔此时 借有的死刑污了过来 他认为 没有任何人有资格 夺走他人的生命 而因为有预见的能力 对方也是有恃无恐 两人最后不欢而散 虽然没能抓到柯林 但通过汉尼拔的描述 警方成功描绘出了 柯林的画像 查出了他的身份 开始秘密通缉 变晚柯林找上了 一个身患绝症 而不自知的年轻人 给他编织了一个 美好的谎言 并在香槟中下了毒 可此时汉尼拔 也用超能力 来到了年轻人家中 阻止了这一切的发生 柯林开始潜逃 汉尼拔开始追捕 两方都用超能力 在无数种可能中 选出了安全的逃跑路线 准确的追踪路线 最终柯林指引着 汉尼拔来到了地铁车厢中 他是故意引汉尼拔来的 因为在这里 故事才会有好的结局 原来柯林也患上了绝症 他希望拥有同样能力的 汉尼拔在谨慎的时间里 能接替自己继续工作 就自己脱离苦海 理由是 我们是同一类人 可汉尼拔却表示不一样 自己不杀人 他只是觉得奇怪 在他最初的遇见里 为什么柯林要杀死 健康的凯瑟林 柯林的答案也很简单 因为如果汉尼拔不杀他 他就会杀死凯瑟林 虽然这样破坏了自己的原则 但汉尼拔真的舍得吗 这段时间的相处里 汉尼拔早已将凯瑟林 是做了自己的女儿 和柯林这样的人扎比 就谁还不清楚吗 但只要汉尼拔开了枪 杀了柯林 汉尼拔就接过了柯林的船长 帮一个本来要历经病痛折磨的人 脱离了苦海 汉尼拔在遇见里 也真的证实了柯林的话 凯瑟林即将冲入列车 试图拯救自己 而自己不杀死柯林的后果 就是会害死凯瑟林 车停了人流动了 凯瑟林冲了进来 千军一发之际 汉尼拔只能开枪 伸手接过了 那自从女儿病逝后 自己再也没做过的事业 这也让他想起了 自己最不愿回忆的过往 让他想起了自己年轻时 像柯林一般 以为自己能扮演上帝 而做的错事 不久后他真心地悔过 主动找上了分开多年的妻子 解开的心结 重归于好 病重归于频繁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通灵神探》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